活動呢 最初的目標 還有它的形式都是體驗式的學習 這個體驗式的學習是希望 讓整個家庭靜頓在信仰的氛圍當中 那這個氛圍裡面是什麼 他們擁有共同的信仰生活經驗 所以我們這四個活動都是有關於信仰生活經驗 每一個活動我們都邀請親子共同參加 不是專門給小孩或是專門給家長 而是我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大家一起來的一個活動 那第一個活動是有關於彌撒的音樂 大家也有看過孩子在彌撒裡面坐不住 大哭 然後說爸爸媽媽提提的媽媽還不抱出去 我也曾經是那個人 但是我自己認識彌撒的意義 是從我開始私情 從我開始當腐忌之後 彌撒離我沒那麼遠了 我開始理解彌撒在做什麼